第一局玉女裂白混血儿的开灯视角 那还请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帮我们代表今天冲一下小红牌子可以吗 我们跟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 八点到九点之间 重要的是说三遍啊 八点到九点之间 八点到九点之间 大家冲一下人气票 然后每个人的上限是600票 大家直接点小礼物人气票送就可以了 不是现在哦 是八点开始送 然后在直播间观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看购时常会可以有90张免费的人气票 用一毛钱一张人气票就可以解锁90张免费的了 大家记得今天一起帮我们充一下前十名拥有一下丁鸭的小红牌子可以吗 那我们马上入夜 我们今天第一局玉女裂白混血儿 大家请现在点点赞 然后八点之后再开始送人气票吧 来 玉女裂白混血儿 确实很吃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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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盲赌绝弯 莫儿莫儿 我你这样被个人踩的踩 踩一踩 一看太多是要给你踩的 哈哈哈哈 对 拿到也还是踩的是太小 好 别灭了别灭了 带亏吧带亏吧 来来来来 先准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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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平民身份交出来吧 然后 咒子哥不太好啊 知道 抿了他 看到他之后 给他摆了摆手指 意思就是你不行 这把你起条 我肯定不信你 我就信九 九号我也觉得是好人 开盘名的 然后我是好人 我就过了 我现在人 前面前面就没有特别多 我觉得都还行 人家人家保保我 我就觉得都还行啊 紧下的四跟五 整一整啊 四跟五来个默契的评票 PK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大家都投投票 行吗 后来 那我验一首五 九号人家是我的金水 我先跟九号人家说 为什么验你 因为抄花有篇帖子 说验谁胜率 验谁的胜率最高 说是验 验牛肉干和KS 这两张牌胜率能高点 那我就抄个答案嘛 就验个九 开拍前 我其实没看懂 你跟他的那个手势什么乱七八糟 我没看懂 但我已经拿到院家 我想好验你了 我没太听出来 九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个狼混 因为他没有什么工作量 而且他说六七八还行 那我就把五验了 九号玩家你是我的金水 我只输一手 你是那个狼混 但我觉得听你的发言 好像没有什么工作量 所以可能不是 就验个五呗 别的后之位 反正都说你一号玩家不太行 那可能你要给我对跳 没关系 反正我是个院家 验个五 四号玩家你自己上票 我不让你是啥 过了 十一号玩家发言 站边时吧 马上就会有狼人说 十一号站边这么铁 他肯定是那个 他肯定这把是狼 哔里巴拉的 我就一一律都当垃圾话 就所有按这个方式来站边的人 全部都是垃圾话 我先说一下 我为什么站时 因为我觉得时骗不着酒 然后是酒呢 看看一个大退水 前面所有人都保了酒 对吧 六七八都保了酒 那十骗不着酒 酒还给十退水了 那就是证明酒听了十 是个冤家 那就是吧 我就跟酒站边呗 这么多人都保他 对吧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上票理由 然后后之位我再听听 然后我不知道为啥多打一 我这个位置看不着咱们诅咒老师 我觉得诅咒老师 你要是这把牛逼的话 你就是要不然你把气干出去 你要是个强神 他们都明你是个老农 但我现在是站时的 然后理由我也说过了 我过了 我验了八是茶沙 然后验八的心路历程是 昨天小时赛的时候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弟弟 但我不想今天再失去一个 所以我就验了一下八号 当然我验他是精髓 我觉得他一定能站这边 然后验他茶沙的话 他就出局了 然后听了十和十一的法言 因为九号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那我等会儿看一下九号的投票 那我也特别希望 从其实从我预员家的视角 我是特别希望九十好人 然后站边十 然后我说一下十号玩家 他的聊暴的点是哪几个 第一个是别人验九的胜率 有可能会高 但你验九的胜率 他不一定高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位置 我连十号 我说实话 我连十号是那个混子 还是说那个是汉跳 我都没有分清楚 但是不重要 因为我第一天 只要把八投出去就好了 那如果他是混子的话 因为徐姐 在我们大师赛的舞台上 留下过许多狼混 给狼丢茶沙 然后混子都没搞清楚 自己的混的人是谁的操作 但是不重要 因为我第一天有茶沙 是八号 那至于七号玩家跳的强神 说我是狼 但也不重要 因为等会我只要看七号玩家站边 他站不对边 我就打他四郎就玩手了 然后自然会有一张神牌 来跟我站边 然后十一号的发言 肯定是不能用他的站边 来奠定他的身份的 那暂时我觉得 那个十一号的发言 并不是很好 但如果是因为十和十一 有可能身份会产生置换 所以我就会去验一下十一号 别的没有什么 第一天我验了八世茶沙 别的没有了 就是如果因为九是给十退选的 那我就默认的话 是九是站边时的 因为十一 从十一的发言告诉我 就是说不能说九十狼 因为九进宝的人实在太多了 那我就不说九十狼了 对吧 那等会就看他自己站边 这个站边是自己的 然后反正第一天跟我投八的 我都觉得是好人 因为八是茶沙 好吧 好弟弟今天不会站作队了 好吧 但是继续八号玩家 有可能就是狼发言 请等会你发言 就不要太情报 懂我什么意思吧 就这样过了 请回来我留一下 请回来我留一个 就留十一我留了 过来 我发言 我觉得点个四狼吧 看重几个 五金四五金四 就二四五十一十二 然后四五里非让我挑的话 我觉得五可能比四要好吧 然后五号人家 首先吃点 因为这也没发言吧 因为他们俩一开牌 就他俩在景下 五号人家对四号人家 有过眼神的交流 然后肯定不能是双狼 这也不是演出来的 然后能不能是双好人 我觉得可能不太是 因为我觉得八是好人 然后八跟九开牌也有互动 所以我觉得八九俩好人 然后十号人家 如果比如后追 你看因为我为什么说点二呢 我看二像狼 然后呢 如果后追再有起跳的 比如说像三起跳 我可能就站边后追了 因为如果十和十二跳的话 我就站边十 这个怎么说呢 就看跳不跳 要跳的话 再说不跳 我就不跳的话 就他俩 我就站边十 我也不说十怎么不好了 就完了呗 对吧 然后没了 就这些 就二四五十一十二 请下宴一个 游戏结束 然后头十二 读二 初十一 四五宴一个 知道吧 别看啊 看不准 这这还看呢 有什么可看的 你看我是什么呀 狼 是吧 一会弄你 晚上我杀你 真的 我过了 这发言呢 也太像狼了 我不能说你一定是狼吧 那也太像狼了 二四五十一十二 倒钩了 倒钩了 这个人 肯定是倒钩了 他你怎么打的 十一是狼啊 你觉得十是预言家 十一说 我站边十号打 李敖也说了 十二号玩家说 我验一下十一 有没有可能 你觉得十二是狼 跟十一不见面呢 然后直接把十一打进去 我是个好人 我也没有觉得 十一发言是狼啊 我站边十一 没有觉得十一一定是狼啊 那十二号玩家 紧会留都不知道留了 紧下十脚就不进了呗 就验一张十一 那你觉得 九十九站边十 你觉得九十是双狼 还是什么呀 有没有可能 他被骗也不点 一张八缠杀 那你觉得八是缠杀 十跟你汗跳 十一是井上的狼 那你紧下验一张 紧下格局定了 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十二 肯定是汗跳啊 我觉得你也是狼啊 什么点四狼 你发言也太像狼了 这人肯定是狼 你吃毒吧 一号玩家你就吃毒啊 然后我站边十号啊 我觉得一 毫不起来了 我觉得毫不起来了 别的没狼 然后我觉得十二 井上发言不正像预言家吧 然后也没什么了 三号玩家开牌 就是很做作啊 不知道是拿了什么牌 特别做作 我听你发言吧 我过了 三号玩家 说一句这两个预言家 都跳得很差不过分吧 这神摸啊 都是神摸 现在说十 你一样的酒精水 进九说六七八都是好人 那么后面是不是大量产狼呀 底下是不是有可能有狼呀 底下也不聊 后这么也不聊 这么短暂的发言 哦 觉得怎么必难警惠了 这是什么发言呢 我是复盘过你的发言的 拿了很很短 拿了发言很短 很短暂 一般吧 十二也很一般 心路历程非常一般 你说你失去了一个好弟弟 你再练另外一个好弟弟 你就没有想过他是茶茶吗 那么你夜出是茶茶 一点sorry的感觉也没有吗 就是说这么不缺弟弟 我理解不了 而且大家都告诉我 你是喜欢就是玩 你要不就玩一个纸巾 要不就玩个笔 要不就玩个瓶子 要不就玩个什么 刚刚我仔细都没听你发言 我就看你的手上拿的啥 果然在玩笔 所以说十二我也站不太了 我在这个位置我只能盘双边 盘完双边之后 我觉得我站不了 都很差 我觉得一是好人 因为一号玩家也觉得 这个十跟十二都不好 希望后织位有一个 发言比较好的体跳 我觉得一号玩家不是狼的情况下 我可能也暂时先暂时 我唯一的疑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对于八号玩家来讲 我觉得给给你发金水 是被给是比给你发茶沙好的 就是如果十二号玩家要汗跳的话 我不懂你们之间是不是有过一些 嗯他想照顾你 给你发一个茶沙 省得你站错边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对你好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如果有的话 我再听听吧 我暂时站边 我觉得我暂时 但是我觉得四可能不好 我觉得五还行 是因为五号玩家白天非常做做的在看牌 我想说他昨天晚上一定一晚上没睁过眼 因为他如果睁眼的话 他现在看牌来不及了 对吧 他再看就证明他还是一张不需要睁眼的牌 至少就证明 不太是神或者狼嘛 就是个平民的感觉 好吧 暂时站 我希望你们两个再用用力 好吧 很差 过了啊 所有景上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仍在景上的玩家有7号 10号 12号 请请下两名玩家 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请投票 5号投给7号 4号投给12号 12号玩家 7号 我说PKPKPK 7号 12号 评票 PK 有12号玩家先发言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听 我听3号比较像好人 所以我跟你解释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 从逻辑面上来说 你说10号 验了9号 9号说六七八都是好人 那 从11号玩家发完言之后 所有的人都说我不是愿家 对吧 11说站边 11号说 2号说 那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好人的情况下面 那不就是 要么就是10号 要么就是9号保错了前置位的狼人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我的狼 比如说我是狼 我的狼同伴都去打倒钩了 那为什么要跳呢 就不能说晚上 如果我是狼人 我说我狼同伴说王宝宝你一起跳 给爸丢个茶茶 然后我们倒钩 如果愿意的话 下一次下一盘 如果你和我有幸做狼同伴 你来跳 我来勾 好不好 所以说 所以说因为从你的发言当中 我跟8号没有什么 因为我验他是精髓 他会站我边 那验他查杀我照样 没有什么好sorry的 但他是狼 我是冤家 我验他是狼 有什么好sorry的 然后至于7号玩家 他等会会发言 他等会首先他会把自己的 因为他已经刚紧回 首先他认强身了 对吧 然后我个人认为 7号玩家是比较偏狼一点的 因为他不是那种个人英雄主义 如果今天7号玩家和 因为5号玩家投给7号玩家 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因为他自己是个人英雄主义 他很想秀 他觉得预言家的验人并不重要 所以他只要投出那一票就可以了 对吧 而且这5号玩家 对7号玩家 好像也有一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在里面 他觉得7号玩家一定能够弄对 对吧 当然所有人都像7号玩家那么厉害 那也不用预言家验人了 对吧 所以7号玩家等会听他发完言之后 他会教自己的战编 以及他为什么要抢警惠 说得很清楚 对吧 至于我留了警惠流 我留的是11号 因为11号首先他是战编的时 他说9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至于1号和2号里面 不是有龙子就是有狼吗 对吧 首先我留了警惠流 然后比如说2号玩家 他说的是我对9号玩家没有定义 他肯定是龙子 因为我说过9号玩家是什么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多解释 他跟我玩的不是同款游戏 对吧 要么他就是在一时空在那边游历 好吧 别的没有了 然后我是远家 我警惠流 我认为30号人的情况下 我会去演义 因为1号玩家 为什么要验一下1号 我不说1号玩家吃狼呢 因为我们本来今天在吃饭的时候 他憧憬来说 我今次公开在标准赛点了4个狼 但别人说我作弊 然后 大师赛嘛 肯定他上次是5进0嘛 现在肯定是 也不是说他点的是5进4 那我首先把他验了 之后告诉他一下 别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请7号玩家教一下身份 过了 最后拉回来一句 如果他跳猎人 我可以退警 然后没有人跳猎人 我就跟着他回 那有人 如果有人跳猎人了 那就对开枪嘛 因为他紧张说他自己不是女物了 对吧 白痴就不是强神 所以如果他跳白痴的话 景昆还是得给我 好吧 我预言家发言到此结束 我第一天一来巴士查杀 我会出发 首先我确实不一定是好人 但12号一定是狼 因为我听着这个发言后面 我觉得123里面会有狼 123里面有狼 没人给你沾边 至少没有人给你沾边 原因就是因为你确实对8号比较好 你怕他站错边 那也不用牺牲自己三个狼同伴 你看你这发言 你这发言谁能跟你沾边 你看我7号就说我这盘我就不是原家 你看一会有人给你投票吗 不是还得投给我吗 因为你就一定是狼了 今天只能出12 为什么呀 我没理解 我觉得8号又不是没有沾边能力 用你这么照顾他 给他发个茶沙 叫他沾边吗 那我只能说你 你这个东西都不是对8号好 你都没有让人家有这种锻炼的机会 那就只能出12了 4号你就吃毒就完了 4号还能硬了头皮给12号上票 真横 那没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不是 你不用管10号发言怎么样 但你验8你就出局 12号 你验8你就出局了 你验不到8的 其他我就不知道 我过了 除7号12号 其余所有玩家均可投票 请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请投票 1号 2号 5号 6号 8号 9号 11号 投给7号 3号 4号 投给12号 10号 玩家弃票 7号玩家 但我先请账 昨夜 平安夜 请7号请账 请左锦发言6号和8号 6号玩家请发言 什么意思呀 那边先查查的 不要那边先发言 我先查查的 意思是 怎么说 又到了买彩票的时间 朋友们 那个你 狼 那个混子 这个头7的 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4号玩家狼 3号玩家我觉得你不那么像狼 这样感觉有点 对你说的有点 你最近占鞭率那么高 这样说你不是狼 因为你紧上你没有占鞭 你都说他们不好 你没有占鞭 我当时就觉得你紧上没那么像狼 然后我觉得1 2有可能是两个 我点狼可能是1 2 4 12 5号牙是混子 就1 2 4 5 12 5经4 一个是我不占鞭12 我觉得8号牙是好人 他给你发茶茶 9号牙是精水 12号牙是渔家 这个干死12的 我就先不盘两个狼在那边抢警辉这个事 所以这个是好人 11经常发现我没觉得像好人 不是 没觉得像狼 尤其是你在下面10号玩家之后 补的那一段 就是不允许等会有人再拿那个东西 非要捶我什么这样 我觉得你那一段特别像好人聊出来的 所以坑位就直接挤到这半边 挤到这半边 1号玩家你像发现像狼的点是 想一想 你点了个245 2452 对吧 2452 好像是点的吧 点的其实没啥问题 但是我就是没有特别能理解 3号牙为什么就不进 你的视角 23都得放进去 就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有一个话 你听得太做作了 你说后面等会有人起跳 我就站面后之为 那为什么 10 12里面 你就是一定都觉得不像 就如果有人后面跳的话 你都已经不要听后面人发言 你就觉得前面两个都不是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会说12哪里跳一跳的不好 10哪里跳一跳的不好 但是如果只有这两个的话 我比一下 我就站面10 然后如果两个 后面又跳了 我就站面后面 因为前面两个都不好 但你没有说前面两个都不好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有点像是个狼人 故意假装自己不开视野 实际上后面是没得跳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像这样一个 然后二号牙是 硬点的 硬点的 我紧张是忘了 是为什么觉得你们两个像两狼了 你的身份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被一号牙给拉低了 但你这个眼神有点东西 好吧 等会以待观察 然后四号牙给12投票 四号牙就肯定是狼 然后五号牙给7投票 五号牙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不对 三是因为我觉得你紧张就是两不战 所以我就没觉得你又一定是狼 但你票情终归还求的不好 然后其他说啥 应该不可能站出了边 也点了个五近零吧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开了上帝视角的话 应该是KS牛逼已经打在公民上面了 但这个笑起来应该凑的比较多 如果五号牙是狼的话 那没关系 因为我第一个位置 因为我就只能浅浅的点一下 边是站边10号玩家 我觉得10号牙验不到 我觉得10号牙验不到 好吧 就这么简单 这个理由比较像你平时站边的理由了 对不对 你不是站12吗 你yes什么呀 就每次跟你发现 点头点点头 然后最后一说出了 我都说的都不对 然后最后一点点时间 卸一下头十 谢谢下头十 谢谢下头十 感谢出许 说理工我好帅 谢谢你夸到我这来了 谢谢三仔 然后谢谢冰冰有礼的迅情粉 然后再谢谢 Hibnation的头十 感谢 那我好人过来 6号玩家点的里面 有一个肯定是对的 就是我是个混 我混了7 这时定死了 但是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为何投7的用意 我必须在井上这两轮 直接给7做成铁好 没有 因为我听7一定是一个好人 我直接把票 徐建 我知道你会摇头 你的摇头代表着我不给你投票 确实是非常明智 因为7一定是好人 就讲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首先第一 我不知道4投票给谁 4如果投票给你10 7如果跟认为你是个预言家 他会在井上退水 把井徽让给你 这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听7一定是好 如果4投票给12 7在井上认12 他也会退水 给12井徽 但如果他不认12 就有意思了 就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 12号玩家 你在井上不知悔改的样子 他打你是狼 你不赶紧跪下 他那身份都写脸上了 你就觉得是白痴不行 是白痴 井徽还信要给我的 是白痴也比你等级高 对不对 起码场上 现在没有人对跳白痴 对不对 甭管是什么神 人家现在没有对跳 但是你有对跳 这是一 二是 12号玩家 我告诉你我的用意何在 你今天拿了井徽 我们退了12 晚上你死不死 你是不是必死 但是七拿井徽就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退了12 七拿了井徽 就不是你死了 是七死 七死了以后 把井徽再给你 你能验两天人 作为一个混子 我早就考虑到了这一步 我想反正我听一轮发言 我就井上一听七发言 挺好 我就定死了这一票 我肯定给七 还有你12 你是个预言家 他一会就忏悔 忏悔 你敢 你跟我 我不相信你听不出来七少人 七铁好 对吧 你一会就 咱们不行 咱们把上周五那套再拿出来 接着用 还能用 能用 好用管用 王科你听我劝你一句 王科 你现在有点想一心求死的样子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你 回头 那12玩家 现在从现在起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是 你不用留井徽留了 因为没有井徽 你知道吗 就不用去编 我到底要验谁 不验谁 不用去想这个事 你晚上随便 看谁 看谁不顺眼就验谁 好吧 一会反正 反正7号 是不站12的编 你现在能认7号是好的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一起 所有人把12先给low了 这总没错了吧 对吧 晚上7号死了 把井徽给你 你听我的时候 你相信我 我的判断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对的 你的判断一定是错的 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 7号玩家今天晚上必死 他必把井徽给你 你能演两天人 怎么说 收拾收拾 晚上吃个犊子 你就咱俩也别聊了 你还能站错边 这都easy了 对吧 我觉得这 我头七这个你能看懂了吗 算了 看不懂 一会儿你再慢慢品吧 好吧 过了 我觉得我没站错 哎呀 我现在就说 我不知道5号玩家是狼还是混啊 因为我在想 他说他是个混 但我在想他是混的话 他会去混7嘛 我总觉得不太像 可是我转念一想 如果他是个狼 他那轮井下投票 直接投给10跟12里面 他那个狼队友就行了 他没必要去外置位投7 所以可能真的是个混 但是我两轮为什么上给12 是因为我必须得上给12 我昨天救了12 12是饮水 就是我其实听他发言没有很好 但我觉得10也不像 10号玩家起跳 我觉得10一定不像 12号玩家起跳 我很认真在听他发言 我对我饮水的发言一向是很敏感 我不是那种救的人 我就一定觉得他是好人的 我听完他 其实我当时没觉得他视角很像 我在想后支位有没有跳 但后支位没有跳的话 12号玩家 我转念一想 12在我的眼里 他就只能做成一张混或玉 他就不太能是狼了 因为他是个狼 他昨天晚上自刀了 他去给8号玩家发茶沙 那8号玩家有可能是张身份牌 8号玩家如果是张身份牌的话 12号玩家这个自刀就很没有意义 其实他自刀了去给 8是个好人去给他发金水 或者去外置位骗票 我女巫跳出来 去爆出他这张营水 那他这把基本就全票吃紧回了 所以我在景下我就觉得 从格式上来讲 他不太像一张自刀汗跳的狼 我就上给了他 第二轮他跟一张非冤家的人刚 那我肯定可以上给他 一个是他营水 第二个就算他是狼 那他有可能是玉 我肯定给他 他是狼就推他 他是玉的话 他有景会流嘛 我肯定上不给7的 所以我就投给了12 但是看完票行 我觉得我没有站错 是因为12号玩家 如果是一张自刀的狼人牌的话 那么狼是没有 不可能不充票给他的 因为首先我紧下一张好人牌 我上错票了嘛 假设他是个自刀狼嘛 我投错了 他昨天晚上自刀了 他跟一张7号 如果7是个好人 狼是不可能让7拿景会的 所以12是张自刀狼的话 他一定会吃景会 所以我看完票 只有我跟3号玩家 两票投给12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没有站错边 那我就不怀疑了 那我认为12号玩家 就是一张赤刀的渔家 8号玩家是一张狼 5是张混 10是张汉跳 那如果5是个混的话 7号玩家在景上 不站边12 7就得是一张狼 所以7、8、10是三张 就要考虑9号玩家的问题了 我是觉得 因为如果我点90个狼 我的眼里就四狼找齐了 那这标全是站错边的 好人了 就1号、2号 我觉得1不一定嘛 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会出在 1号跟9号里 因为我认为10是有可能去骗9的 好吧 我这张女巫 我想要站边12 过了 我这一票主要是 它是一个里程碑的投票 为什么 我解释一下吧 这一票起来就是一个去JY化的投票 怎么说呢 你们线下中游吧 都是对跳里头吧 凭什么叫玩家起来跳个身 你们就投给7了呢 是不是道理 咱们军城大师赛推广了人杀的 你们告个要教别人什么 怎么 十几年前的板子强绳 都不防对跳 直接拿警惠 我现在下都这么玩呀 你说这拿怎么玩的 我也这么玩 什么意思 是吧 你先甭管12是不是预言家 至少人家跳了 咱们先把警惠给出去 你们给到一个7 7号玩家PK台发现 他认任何身份了吗 没有呀 他只说他是枪神 12都说你要不跳白痴 要不跳猎人 他都没跳 他就说12不是预言家 他就拿上警惠了 为啥一页账目 我不懂都在聊什么呀 基础逻辑得有吧 啊是吧 基础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 啊是吧 那个12都已经 先别说饮水的事 他都已经发残杀了 汗跳 狼人得冲吧 或者前之位跳各种身份 先把8号玩家的路堵死吧 这我都没看到呀 对吧 话说到这不是说我真的要站边12 你对我真的有点不好 你说如果他是好人 你是给他发茶茶 教他站边的 我是个好人 你锦上是单点输出我 至少30秒以上 疯狂对话 我这个逻辑 那个逻辑的 我觉得你对我一点不好 我先站边 你看啊 如果就算 我我现在有一个逻辑 我理不清的是 12号玩家起跳 已经发了茶茶 狼人选择倒沟 对吧 这个逻辑点 你们得告诉我呀 凭啥呀 为啥呀 那咱俩不是 那剩下的全都是 倒沟狼人 我盘不了一点 所以说先站12 呃 投票级站边啊 呃 这个五号玩家 也不是好人 五号玩家的发言是 七号玩家会替石去死 然后把锦辉再给石 十号玩家 再验两三天人 我想问这个狼人是玩不玩了 哦 把七一刀 锦辉再给 十号玩家 把人都验完 那狼人是不会刀吗 肯定就是把没锦辉的 十号玩家刀掉 怎么可能去刀鸡呢 那五号玩家是胡说八道 所以五号玩家可能也不好 那我锦上 可能就保错了 我先站12吧 你就别对话我了 你去聊别人 省得影响我视角分析 好吧 别的没了 过了 二发言 编我是站十号的 然后我觉得 武是狼 因为武穿了我的身份嘛 我是混子 然后我第一天是混的七号 所以七号锦上说 他是个强神 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他说12号不好嘛 然后我锦上肯定就不站编 12号嘛 所以说他穿我身份 我肯定是狼嘛 六号玩家说点我是硬点的 你自己也站边的时候 我也站边的时候 你觉得一是狼 我打的一号 你为什么会硬点我是狼呢 然后六号玩家说我是混子 我就说啊 我是一个混子 我混了七号 所以我觉得五六都不是很好啊 反正七号玩家跳强神了嘛 我肯定是跟着七号呀 对吧 他说你不好 我肯定也不会投票给你 所以我觉得他是个狼 没有必要锦上去跳一个强神嘛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一个神 然后五是一个狼 然后 然后四号玩家跳一个女巫 抱十二是饮水嘛 我也不知道 12号会不会上来就自刀 也不是没可能的 那可能那就自刀发茶沙 就想把八号玩家干出去 也不是没可能的 觉得爸有身份什么的 反正我是个混子 反正我站边十号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 验一下五号或者我 验出来金水 那个就是狼嘛 对吧 因为他穿了我的身份 他是狼嘛 我说我是混子 他验出来我也只能是精水平民 对不对 所以说 我编肯定是站边十号的 我觉得十号警上的发言 肯定不是一眼家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过了 我觉得五六都不好 五是狼 然后六号人家点五是狼 非常奇怪 我过了 谢谢大师哥国龙 送的这个啊 还有梅西送的可乐 大帅哥 这根本就不是 你自己看看 这是念什么 肯定是大师哥国龙 你知道吗 因为帅跟你也不安边啊 我 我 我分一分一吧 我分一分一啊 我看看有没有跳女巫的吧 没跳女巫再说吧 因为我觉得三号人家可能是狼 那你不告诉我说我是好人 我站边十 你觉得七也是狼 七十二俩狼 你也不能投给十二了 你不说十二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就六问我 甜脸问我 为什么不说 说是我点的是二四五 十一十二 十一呢 说是站边十的 那我因为我没有必要说 他为什么不像 他为什么有跳的在说 那没跳的 他俩选一个我选十 不就这么点事吗 那十号人家怎么 你别中我吐舌头 十号人家景上怎么了 十号人家说啊 我验李国龙是金水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狼会 怎么着 输就输一手狼会 那你不说李国龙和KS你都想验吗 那为什么不验KS 为什么验李国龙啊 对不对 你发现特别简短 就是不太像是正经跳的 所以呢 我没觉得 你是我说了后面有跳 我可能会站边后追 但是老十二 他人景昏流 一拍脑门 最后突然间想起来了 是吧 然后验谁 验十一 十一都站边十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十一是狼啊 你景下你找一个 四五里挑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十二不是 为什么说十一想狼 那十都发生 反正这样了 他秒站边十 零点一秒之内就站边十了 我觉得你是倒狗狼 但是我也没说 因为我说十一 我觉得也说十不好 那如果十为原家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说十一 对吧 然后 那一会儿这谁是混的 这不简单了吗 那有时候老七就告诉你 谁是混的谁是狼了吗 是不是 所以没有什么可区分的 我觉得你是狼 而且你跟十应该不是狼同伴 因为我要站边你狼同伴 你不可能打我 还站边你狼同伴 所以我觉得二是狼 然后 如果十是原家的话 这都是十是原家 然后看有没有跳女巫的 没有跳女巫的话 再听听十二发言 没准四是女巫十二也是自刀的 是吧 所以再听一听 然后别的没了 就这些 我过了 那我也点个九金四吧 然后点个九金四 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九金四 好吧 然后我说一下 我第一次玩到一个身份 叫强神这个身份 跟越加强景辉 我想知道 我们玩的是四郎 五神 三平民 就是到最后还有人跳混 你强神这个身份能验人吗 然后他甚至连强神都不说 首先我是原家 对吧 你投给我 我有可能 就是我一定能够验人 对吧 这是第一点 七 首先七号玩家 他锦上 哎呀 其实大家动动脑筋 七号玩家如果是好人 他不会这么玩 没有意义 对吧 他强神 他怎么可能说自己是强神 和越加强景辉 然后我听了六号玩家的发言 反正肯定是两个字 对吧 不是牛逼 就是上星期我的那两个字 换狗 这问题不大 然后因为二五里面 已经有人对跳了 我个人认为 就是五号玩家 比较像狼人 但是他说都混了七号玩家 我觉得七号玩家 肯定是狼 因为 还有前面一个人说 我是狼 我不杀十号 先杀七号 让七号把一个好人杀了 他等会还有可能是 把景辉给刀 我杀了七 七肯定是好人 然后 七死了之后 把景辉给刀的那个人 一定是原家 然后再给 我都不知道 这些人是怎么发出来的 言 你知道吧 所以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很喜欢 如果你是有饮水情节 在占片我 我觉得我发言真的很差 但是 因为但是三号玩家 他 因为现在没有人说 三号玩家是狼 所以三号玩家是 除了饮水 就是女巫以外 唯一一个站这边的人 对吧 因为二五里面 他有可能都是狼 都是混 二五七 二五七八 他们里面肯定有一个狼 混一个狼 然后七是狼 八是我燕的狼 所以九是空宅出来的好人 和十一 九和十一是空宅出来的好人 那我就把坑再缩小两个 就是二五 七 八 十 别的没有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 听不懂他发言 就是强神 就吃紧灰 然后因为他们狼 肯定会投给七 因为八是我查杀 但我很难理解 投给七之后 投给七之后 六号玩家第一次发言 许悦 我说句难听点的 我现在认个混 你们敢说 七十好人吗 我可以吃混吗 然后五能不能是狼 七能不能是狼 因为七警商打了我 我混了七 二能不能是狼 所以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全部都在意淫和揣测 对不对 我再说句难听点的 警商我跟他抢警徽 我直接自爆 我杀他 你们知道谁是狼吗 对吧 就是纯粹就那边乱弄 我跳的是预言家 他跳的 我再说句难听点 他但凡说金属自己是白痴还是猎人 都可以把票头给他 那么就猜呗 就猜 对吧 我还是那句话 等会十号玩家 假设我是狼 我等会把十号玩家杀了 大家起来在在气的身份 白痴说 我怀疑你是猎人 就像你们听完五的发言之后 没有人觉得五的发言是报废 他说 因为我是混子混了七 所以我要把七号玩家做成钢铁好人 废话 你混了七 七是什么你都投给七 对吧 那二就更搞笑 二说我井上就混了七 这都是怎么发的 过了 我是原家 我淹了八 我就出八 别的没有了 过了 十一号玩家发言 我就说吧 我提前走位 我就说了 一会肯定有一个人说 十一号 你站的 你秒站边 你秒站边 你就肯定不是好人 把一逮出来了 这一号井上点的就乱七八糟的 你说这十十你点的十一十二啊还有一个几加四五啊五进四这五个人恨不得六十多个阵营的那我站的十十二验的我你怎么能把我们俩的盘成双廊去呢 我就想不通那底那你看的投票你也看着了那四和五投的也是形式各异那你只能说你这五进四真是一个五进零了啊不近着了近着十二了十二肯定是狼呀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先说一下我井上站边的理由 我是女巫因为因为我是女巫九是我的饮水我是觉得你们肯定也找着我了是吧那耿雪儿老师出来不就是想找女巫吗我是我是女巫九是饮水 所以我我亲亲九九给十退水我就秒站了十 我其实刚才在投票的过程之中呢我也是在飞我脑子里面也是疯狂的计算和盘算了一些东西的 我想说这个七和十二我应该投给十二为什么呢因为十二呢预言家井辉就是给预言家留井辉留的不管十二是不是我可以拜佛吗 虽然种种基金上表明他都不是但是他有一定的概率万一是他能留个井辉留给七没用 但我又想了一下大家好像只统计站边对不对不统计就是不统计那个别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只统计这件事那我就投给七吧因为我知道十是冤家 嗯别的就没了我是女巫啊你晚上过来叨我嗯过了 我本来觉得是二五七啊前周围都找不着狼了我都在想是不是扒进坑了我觉得十二张嘴就是个狼混 嗯我觉得十二张嘴就是个狼混 所以我听井上天一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狼队的格是什么二五能对跳这个混子不就想把十二做十一张他一定一定想让我觉得十二张狼人排吗 七能是好人啊二是个混子他能跳啊不存在的你二五对跳混子你俩都是狼七也得是个狼 嗯四号玩家其实我可能更想愿意相信你是那个女巫但我觉得我相信你女巫个妈呀你是也不是就是嗯 嗯毕竟你上错票了嘛但是四四四十一我觉得我不想分别了我只是觉得我这个位置我贼男去订票笑啥呀那我自己盘的是这样 因为十二给八发的那个茶沙太奇怪了所以我觉得嘿嘿你是个好人虽然你给十二上票了因为你你一直在说就是你你你的思考量里面有十二为什么要给八发茶沙这件事 除了说照顾他站对边站错边这个事你你是我觉得你是不带视角的是去考虑这件事了所以我你的发言我基本上觉得你是个好人 一号我一开始觉得他可能在坑里那我现在定了二五七三个四十一已经对跳了那就是二二五七三个然后四十里一个一就没有他的坑了 因为一井上的发言又让我觉得害怕又觉得他是好人因为他打的是二四五十一十二嘛他打了十一的 但我只是觉得我这位置很难订票因为我觉得十二是个狼混 十二为啥说他是个狼混很难说就是这种听感我没法跟你说为什么我觉得十二是个狼混 以及我那个嘿嘿我的发言状态是这样我觉得我拿狼的时候发言太差了所以我最近说我想的时候那我拿冤家我状态低一点不然对对吧不好 KS老师没你的坑了主要是主要是我是觉得 他没你的坑了所以把你给排了我的视角里就是二五七然后十二是个狼混怎么办今天出七行不行我觉得你们都不会出七 九号你给我个意见吗你给我个意见吗虽然是有点刺激我说我不出十二是有点刺激但是我自己陷在这个逻辑里 因为吴很难是个好人他能给他能给七上那一票我感觉狼队的格式就是这样我听听九号玩家给我意见我分享了我的我的想法我过了我想出七过了 初七有点过分了吧 谢谢扭蛋机助我祝你生活愉快谢谢阿和泡泡谢谢柚子谢谢基因谢谢兔妹妹谢谢鹅匠谢谢芥姜谢谢芥姜谢谢芥姜谢谢鸡奶谢谢头是 啊就订票十二吧就先头十二我觉得十二是混子那他既然打出这个操作了扛一腿就扛一腿吧我觉得啊我就就出十二吧你初七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没什么道理七景上不是占边你的吗 虽然七号玩家现在最近是不是猛勾啊猛猛一个勾 哎狼坑式不太好点我有感觉没听过巴发言十二八是不是狼茶茶狼什么的 再再听听四跟十一里我肯定觉得十一是女巫啊我觉得四十二你就按正常的逻辑走四十二就是两个现在问题就在于二跟五是什么一个关系吗 因为你看啊如果如果五是一个混血儿二是狼我觉得就不会跳了这个不合理对吧如果五是一个混子说混了七那二不管是不是七的队友他都不会跟前面的一个真混子去对跳混 所以不太存在五是混二是狼这个情况这是不太存在的如果说五是一个狼二是混那二就得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混才会去打这个五 但是他对吧但是他混的也是七那确实也奇怪所以二五的关系是奇怪的十十号玩家这个逻辑说出来虽然是极限来点但是有点道理 因为我觉得二五对跳混子非常的奇怪是因为他们都呃偶像都是七号不论盘五是混还是二是混我都觉得格式上有一点奇怪 所以你要说二五是两个狼十二顶了衣服不是没可能但是我觉得真的打的这样的话那也蛮精彩的 但是咱们的格式就是初十二读四嘛四十一互读嘛也别说死了我觉得十一是女巫这样比较正常一点啊 然后七是不是狼啊包括八是不是狼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一轮暂时考虑的东西 还有二五是不是双狼这咱们可以提出一个思考 然后的下轮再听嘛啊别的没了我听一下七跟八呃我订票就是十二号我过了 感谢下头十感谢水燕感谢狙居感谢公主豹祝您生活愉快感谢南的北 徐姐我们是复在三维的生物你盘的是五维的逻辑 我现在有点难以接受因为这种东西你盘出来好像剧本都很难写出来 这是十二是狼混二五七是三狼 我去真的打出这种操作载入未来两百年的史册 很夸张很夸张因为因为你的逻辑是盘的很夸张而且你要头七很夸张 但是我能救你因为我是你的反击而且我还带点身份 我是老夯老夯我本来我到这个发言我想藏到身份的 因为你说你说十二是狼混七是狼那七你觉得七找不到十二是狼混字牌吗 七知道十二是狼混会跟七刚会跟十二刚紧灰吗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行为 反正十二肯定是小狼这没毛病吗 因为七跟十二够不成不够不太成共编吧 但是井上不给十二让紧灰的 然后十二为啥不是预言家 因为他要是预言家七井上认了个强绳他又不打七是狼 他应该说我是身在罗马的磕蚪 义父我给你退水了 这才是真预言家 他那个他那个发言还站在那摩能两可的说 说七怎么怎么样他就肯定不是预言家 好不好还有那个四四为啥不是女巫 也是问题在于他说十二是那个饮水预言家 他不说七是狼 七是跟十二刚紧灰的你也不打七是狼 三我个人觉得是聊爆了 因为你心里是认十二是预言家的 然后你聊着聊着 你在聊五不好的那点 你聊到十有可能晚上中刀 那在你心里十二是预言家 十是狼怎么可能中刀呢 是吧 这三聊五不好的那点 迈出来十是真预言家的视角 所以我觉得三不好 至于二五谁是狼混 二其实有可能是混子 五在五在薄嘛 因为刚刚也把那脸聊到了 二十如果五十个混在二十个 狼二跳出来就是白颂裸颂 有可能是二也混了七 确定七是一个好人跳出来 可能五在薄吧 这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跟我没关系 反正我是老哈 如果大家不能相信我 把我投了 我就一枪把他漏回池塘 如果那个啥 大家相信我 我们今天就投十二 我们大家用手把他漏回池塘 好不好 我们就这样这样很好投啊 本来想跳平民的 但是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 这女巫也跳起来了 然后主要是因为徐姐 那个逻辑盘的太crazy 有可能 有可能 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 但是十二是狼混的概率偏小吧 他给我发查查 他又怎么知道 我一定不在狼队是那个好人呢 他敏的 这也太极限了吧 他又在确定七是 他混的人是百分百的狼 前之位他只能混到七嘛 又在确定七跳是强绳 又在确定七百分百狼 又在确定八是百分百的好人 这太难了吧 所以说我会投十二 我觉得六是好人 然后 那个啥 十一肯定是女巫 九是肯定是真饮水 然后我就过了 我是老夯 老夯 投十二 首先你们那个狼人 不能怪人家十二号 这盘 汗跳不好 汗跳水平就这样 没办法 你还给个猎人发叉叉 那不是纯送 但是我觉得现在狼人略事太大了 你别晚上把你狼混队友砍了 你没听出来十号是狼混吗 他要出七 五号是个预言家 他不跳 他就给我投票 让我替他死 所以二号就是那个狼 他跟五号 五号不是混子 那十号是个狼混 所以你们晚上别砍石 因为你们只有一个狼了 就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你晚上要是再把狼混砍了就输了 我劝一劝你 那今天肯定得出十二了 没办法 把五号砍 真远家 他是真不 还是因为很久没第一代跳过了 但是你们就把五砍了 好吧 然后最后那个狼就是勾一勾 试试 别把狼混砍了 要不然太说不过去了 然后今天就出十二 女巫就读四 明天把二出了 因为二号自己送出来了 因为他认为五号是混子 因为五号是原家 没什么 好吧 差不多了 你说你给个猎人发叉叉 那不是 但我现在还是没明白 为什么就是说 咱们 咱们拿 还是因为可能是经过上周那个事 对于自己不自信了 发言现在确实有点欠妥 加油吧 然后那个今天我就归个十二 明天十一号就把四读了 然后再出二号 好吧 其他就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归个十二号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七号警长归票 十二号 其余玩家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一号 二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 投给八号 三号 玩家 七票 十二号 玩家 出局 请留言 我可以用道貌 黯然四个字来形容在座的玩家 我平时都听到的 比如说KS老师前几周说的是 你听他是运员家 你就跟着他投 投不对 和你没有关系 你们认得运员家归票的是七号 你们投的是十二号 所以你们以后就不要跟我嗶嗶嗶嗶嗶嗶嗶说什么 我们听到的运员家我就跟他投 投错那是运员家的问题 我可以出局 你们听完十号玩家的发言能投到我 你们都是很有问题 十号玩家说二五七十三个了 他说我今天投七 你们肯定是有问题 你们平时是怎么站的便 十号发这种言 七号说五他妈是运员家 十四老混归十二 我死了 有没有跟我的头八的呀 谁就我你一票吗 那上帝首次又给错了 那个猎人是谁 为什么不跟着我头呀 你不能向恶势力屈服啊 他跳的是猎人 我玩不了 我告诉你啊 我昨天 我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昨天圣母人被 被歪楼了 今天我 我预言家被你们几个牢笼了 他说五是预言家 他说这滴滴带跳 这种话说出来 我又出局了 徐姐 徐姐说二五七十三个了 今天我们投七 你们认他是预言家 你们也太宠他了吧 荣耀 你是运气好 摸牌摸得好 摸了一张狼人牌 好吧 你等我出去啊 我告诉你 我要觉得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下一把我落不死你 你跟我玩 强神防队跳强警徽是吧 你以后 大师赛能不能玩 你站个边就算了 强神强警徽还要 我玩不了 我玩不了一点 我真玩不了 不 不是 我想起来了 那他这么玩 说不定我还真是预言家 你如果是老货 我告诉你 徐姐 你要是老货 我申请重赛 好像他只能是老 他不可能是预言家 发这个言 就杀我 我是老 我点刀我 他必是预言家 对我留一言啊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我留一言 就杀我 不能让他们得逞 就杀我 不能杀七 七死了 他妈把警徽给五 不能杀七 就杀我 这是死局好像是 这死局 冯小彤你听我说 相信我 我这样 我都罢 我们是 你听我说 我们是SHE 我跟你商量一下 别开毒 我杀一定不杀你 一定不杀你好不好 第一天没有杀你 第二天也不会 好不好 我说的一定算 不会杀你 好吧 就杀五 他肯定是预言家 我想了一想 真的是预言家 就杀五 我们狼可以输 好吧 不能让两个 这两个人 肆意妄为 好吧 我们可以输给 这种乱七八糟 但我觉得徐姐 肯定不是预言家 你放心 徐姐是预言家 他这个发言出来 推不走任何人 你留着徐姐 徐姐要帮我们 投七的 你留着徐姐 徐姐 你如果是预言家 你别厌弃 好不好 直接推他 你把他推了 他是好人 他就把警惠给你 因为我现在认狼了 我认狼 我肯定是狼 这种就可以了吧 他如果你等会推他 他不把警惠给你 他就铁了 这种可以吧 先把五开了 你们玩老人山有问题 要重赛好不好 逛 大家玩玩家 演结束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给我们代表 赶紧送送人机票 我们要尽前失明 然后在直播间 观看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左上角的小黄心 在粉丝团里 有助力打保余 免费的人机票 也可以解锁赠送 谢谢大家 天天请闭 请不吝点赞执行 请不吝点赞执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点了四个呀 是点了吧 四个加坤好像全点着了 有一种感觉 虽然外哥刚才目指会发现 听到我一愣一愣的 一愣一愣的 我觉得他说的那种 太鬼故事了 太鬼故事了 那肯定感觉不太信 因为我觉得 九号人家讲的 那个关于二跟五的 混子以及狼人的 那个身份剖析 我就讲的 厉害 有东西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二号人家可能不是那个狼 然后五号人家 会更像狼一点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虽然四号人家在末之外 给了一个五号人家 是预言家 十是狼混 二号人家是狼的那个东西 让我听了一愣的 但是我仔细想一想 这种可能性太少了 可能性太少了 你得五十都跟他们不见面 首先第一点 得五十跟十二号人家 都不见面 他们才会产生质疑这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 得二十个狼 也就是说狼跟七十好人 狼跟已经锁死了 是一二四十二 没有位置了 对吧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二号人家是那个狼 还要去 他夜里 二号人家是狼 是二号人家是看不到七的 我们刚才点的一二四十二 四个狼里面狼 七号人家是不带狼队的 所以二号人家去跳这个混子去 说混了七 除非他堵 他堵死了 跟七号人家是 这就是七号人家是狼混 让跟七号人家去换这个身份 可是问题是 七号人家在PK台上 是明确给出了 十二不是预言家 也就是说七号人家是不想 占编十二的 那二号人家眼里面 十二是自己的队友 七号人家是不想 占编十二 想让十二号人家 直接百千出局的情况下 二号人家就不会再去 跳那个混子了 听起来有点绕吧 可能是不是没有特别能听懂 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我的表达能力问题 十二 至于十二前面说的什么 一言什么预言家 购票什么下那的 我们一般是利用那个准则 要求预言家自己 我们从来不会要求外面的人 对吧 预言家会这么说 然后而且九号人家是明确 十二号人家给了九 归票的权利吗 九是明确归票的事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投十二的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 主要今天就想 可能还想听听歪哥的发言 对吧 他昨天发的最后那个言 听的是挺胜人的 好吧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 我过了 七九金水 演不了 怎么你那个 你那个我根本演不了 我够撕了一下 我觉得怎么演 演不了 王宝宝能真 这要砍我一刀 我真就 我说觉得真的 究竟节目效果爆炸 但是他应该 他能上当 他队友不上当 对吧 我说跟石对话一下 就是 石肯定是预言家 我为什么跟石对话一下 就说 因为他打二五七三郎 这个格式里 他忘了一张四跟十一的队跳 如果他真的认为 十二十个或者四 就没有任何道理去跳这个 这不白送吗 对吧 所以其实 十号玩家去打的时候 我认为 就说他给我的发言 确实开拓了我的思考空间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可能性 但是确实不是这一局 那就是二号 我也不用 反正咱俩就是配合出局 七让咱俩 你不也混得二 你混得七吗 我也混得七 七让咱俩谁出局 自有他的用意 对不对 对吧 你待会你的发言 你出局的时候 你就跟七 七你这是何意 你就完事了 对不对 我反正是咱俩都混得七吗 七 如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今天是个狼会 他会让你配合出局 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会 那就是他还是会让你出局 对不对 反正怎么都是你出局 所以就收拾收拾 因为我确实是混得七 二就没有那个空间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狼 我认为三我可以摘了 我觉得三是好人 最后一狼出在一六里 我更倾向比 倾向于六吧 我觉得一 有没有这么张狂 我想想 十号起跳 十二 在这个位置 一号直接打 二四五 十一 十二 五进四 五进四的话 这么勾吗 不太像勾 好吧 我觉得暂时我认识 一篇好点 反正三我认为是好人 你先把二出了 然后我再听听一六的发言 因为我感觉有可能 咱俩都死不了 好吧 过了 别耍我们了 五七 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直接点五七 什么呀 坐这儿 拿警惠 开始准备个好人了 井上跳墙神 到现在没有你的位置了 首先白痴不是墙神 对吧 那有猎人 那有女巫 你是什么呀 你是一个平民 拿了警惠 现在准备归外之位的好人了吧 那肯定的呀 那边你归不了 这边三好人坐这儿 等你归 别来这套 我们拉起小手 要干七要干五都没有问题 首先你肯定要干五的 因为五号玩家是穿了你身份的 我们没有 没有 什么意思 摇头 你也是狼 啥意思啊 没有那么多狼了 移走俩狼啊 我之前发出来 我不挺好人 八号玩家 增加一下听发言能力啊 点我 全这位 十二 你这台渔家也点我好人 十号玩家也点我好人 你对话我干啥 你一个反向金水 自己不用占别的人 点我干什么 咱们就说 初五或者初七 二号玩家 你这个什么意思吗 你给我什么表情反馈 你不初五 穿衣服 你俩达成共识了 那反正里面 你看啊 那就里面还有一个混 无论 无论你们俩 谁是混 都混到了一张狼人牌 对吧 我们就 这个票不要了 七的票不要了 五票不要了 二的票不要了 剩下人 我们起来归嘛 我们就找一个狼 或者找一个狼 我们归谁最稳 呃 就是请八九去截一下 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 因为我这个位置打不了一个二 人家两个紧上是听完战边的时 我说我两个分不清 我偏战时 紧下一票投给十二 原因是因为 我不想一个没有跳身份 和一个队跳的拿紧回 我接受不了这种玩法 就跟十二 跟十一号 人家想法一致嘛 对吧 我这位置太靠前了 还有一条铁逻辑 为什么四号人家这个位置跳女巫 他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后终没有他的队友 没有 他就只能跳女巫起来号票 这也是一条逻辑 我今天先硬讲啊 后面所以说都是好人 我听下二的发言吗 我看你怎么掰 我现在是打不了的 我这个位置 你打不了我 包括五都没有打我 好吧 没有了 我可能 二五七里归 过了 二号发言啊 我这把就很简单 我今天肯定就听归票嘛 对吧 那七号玩家说 让我出局 我肯定也出局了 我说了我混在他们 如果他让我出局 这就证明 他想让我 替 什么 出一下 那我就出一下 是不是 不我是觉得 十年十二出局 认狼总嘛 所以我觉得七十好人 我是个好人混嘛 好人混 他要投我出局 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懂 他说我是狼 因为我穿了我的衣服 我是狼嘛 但如果我七十两个狼 七号玩家跟十二 也是成了一位狼队友 他是想跳一个神身份 去就是做身份 然后去电飞 那个什么什么的嘛 我也肯定配合他呀 对吧 毕竟他第一天人家 他如果是狼的话 他也投了狼出局 身份做到这儿 所以他让我替狼出局 我也替狼扛推啊 那我肯定出局 我就肯定自己投自己票啊 他说我是狼 我就自己投自己 我也不会投我 对吧 我也不可能投七 所以说七如果说 投二我自己 就投我自己啊 我确实是混子啊 我当时是觉得 七号玩家是好人 他跳了个强神 我想说非常简单 我混了他 我肯定就是好人 对吧 我是个平民 然后五号玩家穿我身份 说混了七 那我说一定五号大铁狼吗 我给他揪出来 我不可能就是说什么 呃 气狼 那个扛一腿 因为我不可能嘛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是好人混嘛 因为前提是 七号玩家得是个好人 所以说我是 我是跟你们厂商的人说 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混啊 气狼是个那个 真的好人 所以说今天我愿意 听他回票 他如果说头二 觉得我是狼 狼人 我就自己投自己 别的就没了 因为十二已经是个狼出局了嘛 然后之后那个 四号玩家还是个狼吃毒 就剩两个狼了 对不对 然后五号玩家肯定是一个狼 因为他穿到我的身份 但是 我 我不知道呀 我应该会听规票吧 如果他说投二 我就投二嘛 没什么的 我是个混子嘛 然后就这样吧 你要你说要什么二五七中规 也 也行 你自己投 好吧 我听规票 我觉得基本上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我是个混子嘛 我说我混的七号 就很简单 我也不需要有什么别的想法 自主意识不要太强烈 就这样 我过了 我倒觉得是二七啊 我觉得五项好人 他发哪些言 但是呢 他肯定也是狼会 因为七让五条冤家干嘛呀 这让五条冤家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懂 我觉得七有可能是狼 然后 三我听不是了 因为昨天肯定投十二嘛 你再觉得七是狼也好 谁是狼也好 肯定先出十二嘛 然后我觉得七可能为狼 因为七号人家这个 你看你们也是 那你们这这这这都跟着七呢 那你好歹你跟着十 你投七啊 投错了 你找十去 是不是 那我觉得七是狼啊 我个人觉得七是狼 然后我倒觉得不是五七 五是混子 二都不怕出局 二你们听七的 你们听七的 你听七的 就是七号人家 反正二要出局 他也不会归二嘛 二是狼同伴的话 然后 我觉得是二七啊 我可能觉得不像五七 但是五肯定是 你是狼或应该是没跑 因为七号人家 如果你是 你说你混的七嘛 你是混的 对吧 你发言也不太像狼 这是我想的 因为我为什么开始说二号人家像狼啊 因为二 这上次就是 我看完牌 我就一看 往这一放 他就告诉我 你肯定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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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就是狼 接下来说 我肯定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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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对了吧 你也是懵的 对吧 因为你根本也看不出来 你说你懵错了吧 黑黑一笑 就过去了 对你们也听着啊 你们哥仨也听着 知道吗 你们要说 说我是狼 那咱就弄点什么也行 对吧 你们也不那什么 我个人觉得二七啊 反正 然后别的也没有 什么可说的了吧 然后我是好人啊 然后我会 你们你给点意见吧 你给点意见看看头谁吧 反正你要说假设啊 这二十会儿 像小黑说的五七 老你出二也没事 我觉得 因为也咱也不丢伦次 对吧 所以你看着就看着归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二七 没了 我过了 十一号发言 十一号就是 上马做了什么 也是招然若接 就是读了四 我亏一代呢 就是把四比 又比在了这个位置 确实是很害怕 因为毕竟嘛 你们后面还有一些神仙打架 现在又说 又可能是二七 又可能是五七 对吧 这么多排列组合 我只需要干好自己的事情 把四读出去 我昨天就分析了一件事情 四他不可能是混子 因为这场子混子实在是太多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 甚至还有 还有在说十二是混子的吗 对吧 那这二五 二五十二 这么多混子 四做不成混子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阴影就是上周女巫读了个混子 我满脑就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能再干了 所以我读了个四走 然后呢 我是建议今天二五之中选一个初呀 因为他们两个毕竟是对调身份嘛 嗯 具体是哪个 我肯定是听我饮水的意见 对吧 我场上那个叫什么来着 两个冤家 我也是听了你的意见 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二是一个狼人 二是一个狼人 五是一个混子 二那个位置为什么要跟他对调呢 因为二如果是狼人 呃 就是一号说的嘛 二七是双狼 二如果是狼人 他知道七是 知道七是他的队友 他们两个晚上见过的 五起来说自己混了七 那么他这个地方跳一个混子 把五推出去是 哦 是要就是扛退一下五是吧 哦 有可能 那就是有可能 那我盘了一下 感觉二爷确实有可能啊 那反正就是二五之中出一个嘛 你后面就是只有九号是明确明确的好人 那听九号的建议过来 嗯 嗯 谢谢盈盈的偷视 我个人觉得七不在狼队 因为七如果在狼队 狼队打得很割裂啊 你看如果狼是你们三号 那你说的 先不管五吧 如果是四七十二 锦上七选择跟 如果七十二是两个见面的小狼 七选择跟小狼队友刚紧挥 那是不是就在传递卖掉十二号的信息 那四号为什么还要再给十二号冲票去起跳女巫呢 那这就跟狼队整体的思路不太符合 那他们要么就是十二王科汉跳三郎倒沟嘛 那就是我说割裂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勾的勾冲的冲 因为如果七十二是两个 锦上七号完全选择了跟十二刚紧挥 那不就是在给小狼传递信息 我们就把十二卖了 那要不七如果要冲锋 就直接会退水 给十二让紧挥啊 对不对 那所以介于四跟十二 我认为是两个小狼出局的 我就不太认为七在狼队 如果七不在狼队 七昨天发言想骗狼队去砍五 那是不是五也不能在狼队 因为如果五在狼队的话 狼又不会刀自己狼队友的 所以五也不在狼队 八是猎人 我是金水 那个十一是女巫 所以狼就是一二五 一二六里出两个 我觉得六也不太像狼 我听三也不太像狼 我觉得一二就是最后两个狼 我个人觉得 嗯 我来订个票吧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七也不一定是好人 想一想 一二我觉得都可以偷 出二吧 就出二 我觉得二锦上挺像狗子的 二锦上打十二的点挺像狗子的 我反正我觉得七不太狼队 因为如果出二不对的话 那就是 因为二五里不能是两个纯好人吗 二五里出一个 对吧 二五里跟七里代 我觉得就是一二 盘来盘去 我都觉得只能是一二 如果是五七 挺极限的 我觉得五七太极限了 我觉得二锦上的翻译是 就打十二就挺像狗子的 当时锦下没说 那就订票出二吧 先投二 好吧 明天再投一 我觉得七不在狼队 我觉得 过了 嗯 我跟你判断 五七是好人的方法 有点不同啊 我是通过十二号 遗言判断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 昨天那个情感很难演出来吧 指着五说 我就要刀他 我要点刀他 那他们刀五 他发出这个言是参考了谁的意见呢 是不是参考了七的意见 那个如果七十二是两张狼人牌 同在狼队 十二号知道七是狼 用把这个东西说在台面上吗 因为他知道七肯定 他肯定会放心七号去刀呀 用不用在白天的遗言时候参考七的意见 指着五要刀你 但是七号聊出那点 我真的热血沸腾啊 我回想起一些小细节啊 其实七井上是要退水的 他按住 他按成这样了 然后最后他没退吗 还是决定没退 嗯 回想那些细节 你真的有可能五号是那个语言家 我说这把如果真是五十语言家 那太秀了 然后呢 那那我们盘下来 知道五七都是好人 那就先投二呗 因为二是跳了 混子了嘛 对不对 二跟五对跳混子的 我是觉得十二号是任狼出局嘛 他昨天那个情感很难很难表演出来 他说要刀五参考七的意见 刀五的那种情感 所以说我是通过这个觉得五七十二跟七 肯定不是在一个狼队 因为现在混子的坑就只能出在二五嘛 所以今天我会投二 我过了 我上轮那个发言 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十号发言比较夸张 他那个发言夸张到都能让狼人 我觉得有可能狼人能认他是狼混 所以我就那么发言 这样狼人要是刀错一刀五呢 那语言家不是还能多验验人吗 他也能夜里把我七号一样 可能知道我是好人 所以我就那么发言 其他的没什么了 我就觉得一二两狼了 那就先出一 因为一号这轮打二七双狼 我就归个一 先把一处了 五号是确实混的 六号强 六号第一个发言点了四狼加一混 厉害 出一 双眼玩家发言结束 七号结束归票 一号期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我报一下票 二号五号七号八号十一号投给一号一号投给一号三号投给七号九号投给二号六号投给五号一号玩家出局请留言 不是那我你看这我说了我七是狼啊你非告七不是那那二五里没有狼啊先出我 是啥意思啊 对啊他不是要先投二吗 那你怎么可能还投二呢 那你肯定投七啊 对不对 那你们投我是干嘛的 他归我 他不是狼吗 他是不是狼在你们视野里 他是狼 他说哎你看你今天就归我啊 那我反正七号归我我也怎么着 我当然说了他肯定不会归你 他归我是什么意思 那我是狼 那他不是狼 然后他也不是狼 这俩好人在这对跳混的呢 是这意思吗 那不是得投二吗 那我肯 那你看他笑的 不是你们还能跟我投一呢 啊 彬彬还能跟他投一呢 秀 我只能说秀 你看他俩是不是二和五有狼没有吧 有狼 二和五投的是我吗 二和五投的都是我 然后我是狼 一二是两狼 哎 你也投的我是吧 老女妈的 因为我看你投完了以后好像手弯下来投饮水去了 是吧 啊 投完一感觉不太对了 投饮水去了 啊 那我 不 因为我是平民 因为我出去不丢轮次 对吧 还是不丢轮次 能不能先给他弄了呀 他能是好人吗 你是不是也跟着他投我来的 不是 这这这我就很难想象 那二五里没有 那他是好人 是不是在二五里选一个 对吧 一二是狼 可以一二是狼 先投二 再投一 让我再掰扯掰扯 行不行 对吧 那哪有直接归一的 不投二的 还还跟他一块投我 秀 我觉得是二七啊 然后 因为五号人家 因为我觉得五七可能 不太可能 五号人家 我感觉的发言好像是拿自己当好人了 拿自己当好人混了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国龙 我觉得他的发言是拿自己当好人混了 所以我不 我不觉得是五七 我觉得是二七 没事 反正也不丢轮次吧 就反正就别再弄错了 先给他给我弄了 过了啊 一号人家已经结束 然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人气票 收到最后两分钟 大家赶紧点人气票的小礼物 然后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点左上角的粉丝团 黄色小星星点助力打榜 可以把免费观看 获得的人气票 现在送出去 最后一分钟了 最后一分钟 大家轻轻票 冲一下前十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要费了 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双狼推了一个平民接着刀绳 还能推谁啊 推不出去人啊 我觉得三六都是好人 那今天 那今天他们如果要扛推自己的狼混 那引法就是扛推狼混 那昨天就该刀我了呀 杀平民啊 那我也可能是白 但无所谓啊 那总归是杀一刀平民 我觉得刀法上也很割裂 我不太觉得杀在狼队 杀在狼队打得很怪 无论是从整个狼队的格式也好 刀法也好 都不像七打的格式 什么意思 现在的格式就是乱七八糟的格式 我不知道啊 七今天如果归三六里的牌 我是 我是不会归的 七如果归三六里的牌 让六结一个票吧 让六结一个票 因为我在前之位不好结票 七如果归三六里的牌 七可能就真的不是好人 但我还是觉得格式上七不太像 昨天我不是投的二吗 但是简单一点 就是我昨天大家盘的一二双老 简单来说是这样 我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这个 特别多的也没有吧 二确实不太能是什么好人 没位置很挤 主要我没想到 因为昨天如果要赢 也是推个白出去能赢吧 你看昨天走的是两狼家一个预言家 推个白白不用追刀 再拍刀 女巫家猎人嘛 推个平民还得推 没位置推 三六都动不了 三六都动不了 那什么意思 六去结票吧 给六号玩家一个归票去 你来 你来 过了 四三了 四十二肯定是 感谢一下不能大 在投石 感谢一下 YY2121 四十二肯定是两狼嘛 那白痴就肯定在场 白痴在场 一号推出去认了个平民 刀一刀女巫 狼怎么赢 说明一推出去 可能就是狼嘛 因为你认下七 你就听七归票 你可能 可能是七觉得 你分错了二二五 二五身份吧 那我觉得这刀法 也很奇怪啊 这的确是 他们一如果是个平民 推出去 他们只有肯平民 推狼混才能赢嘛 对不对 只有这一个赢法 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 十二是小狼 四是那个冲锋狼 只有这一个赢法 所以说刀了一刀十一 就说明一推对 有可能 那他们想扛推七 他们觉得七是 白痴 对不对 把七扛推了 刀我一刀我 这是他们的赢法 所以一是推对的 你知道吗 他们刀神 所以他们想扛推七啊 这个刀法是扛推七的刀法 因为一只预言家走了嘛 现在就是女巫白痴 强生觉得七是白痴 刀一刀十一 你扛推白痴 晚上一刀猎人嘛 只有这个赢法 所以他们这个刀法是扛推七吧 所以就在二五 就会让狼里找一个呗 嗯 我就过了 谢谢那个YY不怂 Mindance47 YY2121 哥儿 漂亮小女孩 奇妙能力格 一夜鱼龙舞的头十 那个 我觉得一是狼 我就归了一 然后这轮我会归二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二 生两狼了 然后我上一轮说那个六号 厉害 点退四狼 加一个混子 我是发自内心的这种 兴奋 以及 以及这个 这个 敬佩啊 但我没想到 我夸完六号 六号就觉得 肯定我是个狼 在那 嘲笑他点错了狼坑 导致他认为 他点的四狼 不是四狼 结果拖了一票五 哎呀 你说你要投一票 一多好 那个 那也没关系 就是这轮能够认下我就 就可以 今天我们就 把二号出了就行了 那个 我就是个平民 我不是神 我不是强神 我就是平民 我不是白痴 我白什么痴 我就随便下天 我井上都没想刚的 那 那没想到有人给我投票 那终归我作为一个好人 我不希望 因为我看出十二号是狼 那我终归我也没有必要让景徽落到一个狼人手里 对吧 那终归落到平民 平民和狼 那大家肯定希望景徽落到一个平民手里会比较好 对吧 虽然那预言 那十号自己没拿到景徽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景下还 他什么 五七十狼 那是十号自己的问题 那 那 哎呀 就拿个平民 预言家玩的不行 还得我替预言家归人 那够累的 那今天就把二号出了 不就完了吗 好吧我过了 那个我截开先把五投了 我现在截开 我主要是我昨天盘的狼坑是一五或者五七 我昨天盘的狼坑是五号玩家是那个坐坑的那个匪了 我很难去盘一二两个狼 因为你想吧 一二两个狼 然后七十个好人 五十个好人 混二一个狼去跟五花家跳混的凭啥呀 我不理解 我就是因为理解不了这一点 我就投不下去那个二 所以我就信不了七的鬼票了 所以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一头 虽然我投的极有可能是废票 你想想看啊 我们按照那个五七十两个好人的不在狼队的视角 五是个混子 七是个好人 然后是一二四十二的狼坑 那你来告诉我 二号玩家为什么他看不见五看不见七 尤其是看不见七 他凭什么自己要去跟五花玩家去跳这个 抢这个混子衣服啊 怎么抢啊 五不在狼队 五条的混子大概就是混子吧 对不对 然后七是好人 也不在狼队 就五七里面一定在那里面是两个白牌 这里面是不是一定 就算有混的 五七里面就算有混子 是不是只说只多只有一张混子 里面就一定有一张人 有一个人是好人 有一个人是好人的情况下 二号玩家就怎么去跟另外那个好人 去解释这个抢混的衣服这个事呢 剩下那个人是不是一定没法理解这个事 但只有是五七 除狼 二号玩家真的是个混子混了七 只有现在是真实的情况是这种 才能说得通啊 我是觉得一开始 解放人家盘的那个 二五里面只能是五是狼在做混子 和二不能是狼在做混子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 很说得通的 所以你是白痴 只能你是白痴了吧 对吧 因为场上我是平民 你是枪 解放人家刚才的意思是 跳了个那个什么 跳了个平民 那只能你是 那只能你是 那个呀 因为我想到 我们只要确定 二七不是两个狼的话 我们投五怎么着 伦四也没落后呀 好像是这样子的吧 十是预言家 四十二两个狼 十一是女巫 一是个平民 假设啊 我们假设按照最糟的情况 常常有两个狼 现在常常是两神 三个平民 对不对 那二七只要做不成两个狼 把五头了 明天再聊呗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只反正我是想不通 我到现在都没法想得通 想不通 我就只能去按照我的那个 我就去那个小陷阱里面 小逻辑小通里面 那你们可以听母号家聊吗 我自己结票 我是投母号家 好吧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过了 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停留在 你点完四郎家一会儿那一刻 该有多好 那一刻呢 你多帅 对不对 是这样啊 没事 你不用在这儿硬给游戏增加难度 本来是一个好人春天局啊 我跟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么聊的话 我就跟你们表表水 好吧 首先第一 二撒了一个谎以后 他就要用无数的谎来圆这个谎 因为昨天在出他的一的狼队友的时候 真是他估计得咬着后槽牙 投了一票一 没办法 我七 我说我混了七 七让我投一 如果我不投一的话 这个游戏 我就是演不成混子了 如果他昨天投票五或者投票七 那不就等于暴狼了吗 所以他咬肉枣牙投了票一 还有呢 如果我是一个 就是我就说这剧游戏在井上 我给七号那一票的时候 我确实就是按照我所有的 如同我说出来的一切 那都全是我的心路历程 我也不认为七是一个狼 我认为七就是一个好人 七甚至我认为七八的身份可能是兑换的 我甚至觉得七有可能是枪 八有可能是白痴 都有可能 但是我这个是我的猜测 然后 我这么跟你聊 你看 12号玩家 你现在认为我是个狼 12号玩家是我的狼队友 4号玩家是我的狼队友 我们两张狼人牌在井下 我们两张狼人牌在井下 他投票给12 我投票给七 我让我12号玩家上去送死 就是不行 12我今天看你日子过得太好了 必须让七揍你一顿 对吗 所以我一定是个好人 然后呢 二号玩家 今天七号玩家归你出局 你待会的发言必须是我今天要出局 对吧 因为你要配合出局 因为你要你要演混子 对吧 你可不能掰 你就说 那我就配合一下出局 然后呢 其他四位好人玩家 因为我认为确实没狼了 我打你真没打错 我一开始觉得 一号那发言真是比你强点 你这轮什么 什么发言 三号玩家是我空摘下来的 我再给你表一轮水 如果我要去扛推好人 刀好人 三号玩家在井下那轮 我就没有必要保 我直接空摘的 明白吗 我但凡是个狼 我没有必要去保任何一张好人牌 但三号玩家我保了吧 我说我空摘你 我在一六里去选 对不对 如果我是一个狼 我认为场上的所有的位置 都是我的扛推位 对吧 我巴不得 甚至我反骨一点 我再跳个枪 我就去干巴 对吧 送死一样 我都可以去操作 但是没有 我就确实是一个混 我就是混的气 我现在再这么说吧 二一会儿呢 你们如果要投我五 也没关系 二一会儿投票 你看他投不投自己 这总没问题了吧 我给你们一轮容错 你们一会儿四个好人 六八九三 你们都投我五 我跟七 二得自投 明白吗 如果但凡二没有自投 你们总得认吧 现在我安排你弃个票 可以不 我觉得你可能上 我安排猎人弃个票 行吗 二要自投 如果二没自投 投了我五 是不是二就是认了 这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容错 我的表水就到这好吧 我觉得你一会儿就要认 就要认 你二的发言一会儿 必须得认狼 他才能顺利出局 你懂我意思吧 因为七给他安排的任务 他今天要出去 所以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跟我抢混子的衣服 但总之我觉得 感觉他要撒非常多的谎 才能圆回来了 好吧 过了 我真没听懂 你说还有非常多的容错 在哪里呢 不就只是在你视角 他不是唯一狼人吗 容错从何产生呢 我们 不订任何人的票啊 白订 因为你听到我的发言 你可能会动摇吗 因为他的发言 他没有别的发言 可以发了 相当于不用听他的发言 他上一轮已经把自己 所有炉封死了 他是个狼的话 他就只能说他认出 而且出了一周 他的高兴什么呢 出了自己对有他笑的嘻嘻哈哈 这出去不被人骂惨 骂飞天上去啊 一个狼出了 另外一个狼对有笑的嘻嘻哈哈 不是 我觉得都可以 怎么盘都可以 我们每个人在场上意义不同啊 我坚守我自己心中的那点小逻辑 我不管他对的错的 我跟你对话 因为你说战术断层 我跟你讲 从井上就断层了 如果你盘一二双狼 一二都是倒沟时的 井家四号玩家冲的十二 所以十二 而四号玩家就是要去填十二狼 看那张牌 跟七号玩家是不是狼没关系 跟一二号玩家是不是 他狼对有也没有关系 四号玩家是独立的菜逼狼人 明白吗 他就是要跳出来领个毒吃 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他跳了一个女窝 这是一二两个狼队友说 哇那有女巫跳出来了 四号不盘 十二号玩家有预言家面 一二双狼 把四号玩家也卖出来 包括十号玩家都觉得 四号玩家像预言家了 一二还是不冲 当然这都是伪论句 为什么 是因为八号玩家跳了猎人 前面就可以胡说 对吧 但是他们俩 发现阶段是没有要回头的意思 我这是跟你构想 因为你说战术断层 这一定是断的 不管是从一段 二段还是七段 全都是断的 我的新路历程是 七号玩家做一张好人牌 他发力的点 大概就在帮大家站个边 我都顶了天了 他有必要抢一张警徽 把四郎点出去吗 把预言家晾哪 他来点四郎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要盘鬼故事 什么意思吗 我理不了 因为你告诉我 小爷可以用力 但用成这样 没必要吧 抢个几回 预言家也死了 他在这夸夸夸点四郎 当然全是伪逻辑 只是我自己心中所想 所以我的票 我出不了二 我只能说我出不了二 因为二号玩家 他认他 七号玩家归他 他就出局 我接受不了 是这样的狼坑 虽然说井上 我就打官了 但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 有点crazy 然后五号玩家 是可以出 但是我又怕太多票 我万一弄错了 太多票把五出了 也蛮尴尬的 我赛前刚亲过他脸颊 所以说 我再考虑一下 我把我想盘都盘了 一会我投票 我就投 二号玩家 分享一下心路历程 没 别的没了 过了 我会投五啊 因为一是狼 我觉得 我井上就听到发言是狼 他什么牌 直接点什么 二四五 五十一十二 什么五金四啊 我觉得铁狼 所以我觉得 七说 虽然说伦伦要投二 那他一直没有投我呀 他那天投的十二 昨天一二中 他投的一 他一直没投我呀 所以我觉得 一出去是狼的话 他不是狼 就是他 不为狼 所以我觉得 我是好人混呢 他穿我衣服 他是狼啊 我肯定会投五吧 但是如果七号玩家说 今天还说要贵票二 但是那时候投了二的话 我可能会投自己 但我觉得七号玩家 把一号玩家投了 他说一二中投 他说先投一 所以我并不觉得 他是那个什么 打电飞呀 什么跳身份啊 那种狼人活到最后的 所以说五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狼 别的就没有了 我井上 七号玩家说了 十二是狼嘛 那我肯定 因为我混了他嘛 我肯定说十二号 我编着理由 我编着话 我也得说十二不是啊 对吧 因为他当时 他跳了一个神份 神的身份 就是强神嘛 我想着我 特别简单 他有身份 我肯定是个好人混 对吧 我也不需要太多思考量 然后所以说 我是投了十二 然后又投了一 然后我占免的是十号 没有什么问题 那十二号出去一言 他是狼 他肯定要为狼队 做点贡献嘛 而且狼的一言 也不能信嘛 对吧 他说什么五号玩家 是预言家 然后七号玩家 是什么 给五号玩家 做身份什么武器 怎么怎么样 他给我们卖的视角 是武器 一定是两个好人 他们在 就是骗狼 但狼的一言 肯定不能信什么的嘛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十二 因为五 穿了我的身份 他肯定是狼嘛 十二五是两个狼 我觉得我自己是好人混 我肯定是会投五号的 这是没有毛病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今天会投五号啊 然后当然了 七号玩家 如果要是让我出局 我就配合一下 好不好 我就投自己 但我觉得 我自己是好人混的情况下 我想着游戏 不要进行的这么难 就是简单一点 然后我就 飘飘舞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你们就自己投票嘛 我过了 三位玩家发言结束 七号 结长请归票 结长归票 二号 其一玩家叫我到手 我准备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二号 三号 六号 投给五号 五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投给二号 二号 玩家出去 游戏结束 好人真因获胜 给大家赴一下盘 本集游戏 狼人为一号 二号 四号 十二号 冤家为十号 女巫为十一号 猎人为八号 白痴神为三号 六七九 为三张平民牌 五号玩家为贺雪儿 她的榜样是七号玩家 本集游戏是好人混 狼人首页 击杀九号平民 十一号 女巫选择开药 姐姐我姓称平安夜 十号 预言家查言 九号为好人身份 锦上竞选环节 由于锦下是一张 混血儿和一张 四号狼队友 所以七号平民 和十二号 汉跳狼形成平跳PK 最终七号平民 当选警长 第一天百天 十二号汉跳狼 被攻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队击杀十号 预言家 十一号 女巫开读 四号狼人 十号 预言家查验 七号为好人身份 第二天百天 一号狼人 被攻投出局 第三天夜晚 狼人阵营 击杀十一号 女巫 第三天白天 二号最后一狼 被攻投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好 那我们第一局 就已经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 还有各位送的人气票 我们现在已经是小红牌子了 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直播间里 大家可以看到 有元气森林气泡水上行 大家可以购入一下 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别的食品推荐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代宝小黄车里 新上了奥林奥 奥林奥 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老品牌来 这个我们点心家族是59.9 到手 是很大的一箱 到手30 三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小黄车里的 都是人气单品 有非常多的口味 然后我们以前吃的 就是最简单的基本的口味 现在有新出的这个白桃乌龙味 还有现在这种双拼的口味 树莓味拼蓝莓味 然后还有这个水晶葡萄味拼 水蜜桃味都蛮不错的 而且我 他们在这发言 我就在这吃 我觉得这个元气森林 这个气泡水白桃味的气泡水 然后搭配这种就是白桃味的饼干 是双重口感非常丰富 是特别更好吃的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上的那个 进仔小鱼干 这个小鱼干就是这样一盒 然后里面是这种小包装袋的 吃起来非常方便 也不怕胖 然后有香辣和麻辣味的 特别有嚼劲 平时是25元一盒 然后我们直播间 现在是30块9元两盒 里面一共是40小包 然后直播间里面还会加赠 4包10克随机口味 同款小鱼干 大家可以喜欢吃这种 有嚼劲小鱼干 或者喜欢吃带辣的东西的 可以去购入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元气森林的气泡水 大家可以看到链接日常是86.9元15平 直播间里面的优惠价是69块9 最近马上也要天气热 大家可以多囤一些这个气泡水 虽然代宝是比较喜欢喝多汪水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喜欢比较喜欢喝这种带气的 我觉得元气森林也是非常健康 这种铃卡铃值 铃卡罗里 好 代宝玩那么好 都让代宝复盘呀 爸爸提名这么玩 男神房对象 不是 只要是正好是他的会儿在井下给投了一票 其实不然应该是你和原家PK的 要拿好人凭什么 我出去玩 我看到有问这个鸡爪好不好吃 然后我们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那个 这个曾三合的鸡爪 然后有三个口味 大家可以通过背面来区分 一个是这个泰式酸辣味 一个是这个川辣味 一个是蒜香味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泰式酸辣和蒜香 这个川辣我个人是不太能吃很辣的东西 其实它不是很辣 但是我自己不太能吃辣 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蒜香和泰式酸辣 我自己刚才已经吃完一袋了 大家可以 这个鸡爪也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抢购一下 然后我们直播间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第二局是机械 机械是会直接给大家开启上帝师角的 但是我们第三局可能会让大家多点点赞 因为我们现在观众越来越多了 第三局可能开灯的数量会慢慢提上去 开灯的赞数会慢慢提上去 所以大家记得给我们多点点赞好吗 记得关注JY带士的直播间 然后代表回来让大家跟他聊一会儿吧 哦 那个 这盘没什么意思啊 那狼人汉跳太差了呀 拉木狼团队了 那妈 现在连汉跳都不会啊 什么发言 当然原家发言也没到 也没好到哪去 没关系你以后我没别的要求好吧 明天对吧 明天你也来一把平民跳强声 我看一下那个汉跳蓝怎么 行 你学明天第一局 明天第一局 你只有直接跳猎人 你看一下那个强声怎么玩 你就一模一样玩 你说我是猎人 你也加点笑好不好 行行行 说好了 明天就这么玩 点三个好吧 你他妈先走 我都出盘了 那个 还有还有什么 然后KS第一轮番挺厉害 点了四郎和那个 和那个混子都都点对了 后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宝 说他是狼 他才认为大宝是狼 我觉着 就是大宝点了六号是狼 我记得当时 后来六号就点大宝是狼 没有这版确实是汉跳院 别别别 我着急上厕所 憋坏了我了 哦 感谢一下礼物啊 感谢一下礼物 我看了好多抖音一号 我感谢一下 谢谢 谢谢那个Malance的抖音一号 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 谢谢原来是你的抖音一号 谢谢Lukas的抖音一号 谢谢到处游荡的年度会员 谢谢 感谢 打卷满分附加题都跟打队 谢谢 感谢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 哎呦 谢谢大家红牌子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又有红牌子了 谢谢大家 然后小黄车里面的零食 大家可以选购选购 那个有非常不错的 那个那个给大家说两款 我特别爱吃的 那个那个网红花椒锅巴 那个四味阿甘 那个巨好吃 还有一个谭巴爷的一个 那个牛肉 冷吃牛肉 都都都不错 就有点辣 那个东西有点辣 我没想 我都想退水了 然后我看 警察就两个人 然后他把票投给我了 那我不 那有一个汉桥狼和我 我怎么退水啊 对吧 让大宝他叫原家 他要出我 他怎么当原家 他说要出 外之位出七 他平时不是原家 疯了 我没跟你抢啊 我没跟你抢 你自己吃不到票 你自己的问题 他们不投给你 跟我没关系啊 说那我要退水了 那是不是景辉 就跑12号那块去了 跟我 跟我有啥关系 你看这不是纯胡说八道吗 说我抢他景辉 跟我有啥关系 我投的 跟他没有关系 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投的 我单纯觉得 我要退水都投12了 第一我是个混 我混了7 我投他没保余 对吧 第二 我觉得他是个好 嗯 行啊 挺好 这就挺好 我们赢了吗 赢了吗 还挺好 那我真的 我几下时间给你做成挺好 是 是 是 王宝还要砍5 他不过你 你是想砍5 想话 我只能那么留意 我不怕你做这些约家 他还不太意思 我这就太好 对吧 你们俩都说过来信 对吧 我们都说过来信 你一定把他摆了混 咚咚咚咚 对 是 这么多人 怎么会写人呢 行 我们稍微修一下 第二盘机器狼啊 那个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换个狼会 他炒的 最好是藏银 有迷迷力到那把 不是 我换个狼会 然后呢 玩得好 玩得好 哈哈哈哈 你个人谁 晚上干嘛 玩得好 玩得好 没问题 常常玩过去 他救我 还要是他抱你 还要是他 还要是他 看得没法 我要说一句话 给那个5号一个小金床 小金床 不然太大了 我直接用互联网手机 怎么知道 呃 本来 给5一个镜头 给我的镜头 大伯给5一个镜头 大伯小哥 肯定会 啊 有了 呃 互联网嘴T说话 就是本来6号玩家 满分答卷 附加期都满分 都附加期都答对了 结果 图达提卡 图错了 哈哈哈哈 打提卡图法了 哈哈 嗨 他还是哭着呢 大口 大口哭 呃 这个看看我是什么吧 嗯 没办法 没办法 感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恭喜大家变成小红牌子 大家记得给周外代史点点关注 我们下一局是鸡蟹狼 鸡蟹狼 然后大家给我们多点点赞 因为我们随着观众越来越多 我们第三局的赞 可能会开灯赞 说要升上去一些啊 所以大家提前多点一点好吗 他们今天在看超话呢 大家可以去超话 发发贴什么的 我们超话京城大师赛 也和我们直播间里 现在有优惠 我们新上的元气森林 大家可以同意些 我们拿狼也笑好 也笑 我是觉得你 要打他们多 你那个直播只能处在那 五号也在准备上 五号是在想测试 都开了 五号在准备上 我这个想没 没动作 我能笑 他就开了 因为你这种游戏 不是打得不到 他先打你那个狼狼二 你要打二 二组七的话 四就不会掉 对不对 我就说你说那个外露七 我说外露二组七 我们四个人 我们四个人全走不住 今天十二地 但是我就说你们专家 他习惯的 我们代表直播间的 小黄车友心上的元气森林 现在有直播间优惠家 大家可以囤一些 还有奥利奥 也是可以大家买一买 喜欢近载小鱼竿的 现在是日常二十五元 一盒直播间 三十块九元两盒 还加赠四包随机口味的 其他鱼竿 大家可以多选购一下 那我们还特别推荐 再把爱吃的多巴 然后谭巴爷的冷吃牛肉也很好吃 然后我们 松 那个松三河的凤爪也很好吃 大家可以 喜欢不同口味的 可以多购入一些 机械狼 好 来 收手机 来 我们要收拾 来 那我们马上要进入下一局了 我们第二局是机械狼的板子 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 看京城大师在怎么能不吃小零食呢 所以大家也点一点代表的小黄车 然后大家可以在超话里也分享一下 什么东西好吃 快你们猜一下狂兽干什么去了 怎么还能回来 你来是不是还有回来 我不是我 我不是我 而且特别 真的 真的 两天半年 我无法 你没 几天半日 我 我 我